你有听过接待中心一条街吗 位在台中北屯区松竹路三段 短短两百公尺就超过五间 业者表示未来重大建设有大巨蛋 汉神百货 但是临近台七十四线 连接到国道四号也将开通 更有两万平的公园绿带加持 成为建商新的一级战区 站在北屯区松竹路三段的路口 一眼望去短短两百公尺 就有超过五间的接待中心 穿着接待中心一条街 当初这里规划403公顷 那它基本上它的土地都是以住意 以及说住意之意为主的 它属于低密度住宅 有非常非常多的家长 为了小孩子的一个教育 所以来到这个区区去选择这样的一些产品 黑白相间 落地玻璃 还有日式的圆艺设计 除了拼数量 接待中心各个高大上 未来可能还会有十几间插旗 业者也表示 看好十四骑最主要的原因 有重大建设大巨蛋 汉神百货 洲际棒球场 同时坐拥两万平的公园绿带 不仅如此 交通临近台七四线 街道国道四号的道路也即将开通 那交通部分其实我们很特别啦 整个十四骑它是呈现一个摸字型的一个冲划区 对那整个摸字型像最上远的地方其实就是七十四快速道路 对那在七十四快速道路呢其实近期就是有两个重大建设 对那第一个就是说七十四快速道路以及国四的衔接 那目前它其实已经完工了 其实这个整个群聚效应 整个带动我们地方的繁荣 那我们目前这个地价跟房价稍微有点提升啦 那对我们整个这个地方的发展跟繁荣 其实做得非常大的贡献 放眼望去一大片空地 建商的看板琳琅满目 就怕你没看到 甚至已经有大楼主起 重大建设生活机能逐渐完善 也成了建设公司抢先插旗的前售站 请不吝点赞订阅